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这是新的一年的总结 也是一份送给自己送给粉丝的礼物 念,这首新歌 更像是一场逐梦者的孤独旅行歌曲的主角 在清冷的钢琴与形状的古典中 曾仰望星空,也曾跌入谷底 让人很轻易地就想到王一博 从出道以来默默无极到人声鼎沸 从无数黑暗到灯光璀璨 走过至高点 跌入过无人可拉的谷底 数次地跌倒数次地爬起来 因为希望在眼前 如果说前两年的新歌《五感》 和《我的世界准则》 都是充满自我态度 干脆果断的力度感 或者说是一种对外界伤害的防御 那么这首歌就感觉真的有可以歇下来 慢下来的感觉 看看昏黄灯火 看看烟火人间的安全感 王一博是一个执念感很强的人 认定的是一定要做到 21岁喜欢的东西 到了81岁也要坚持下来 在光博宣发这首歌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仔意暴俗 这个词语就是形容坚持一种信仰固守素质的美好品质 也和王一博之前在采访中说的那句话不谋而合 新歌上线之后迅速出圈 甚至还出了一个新的网络流行词念 念不忘 同样也是指一种坚持 20岁坚持的事物 永远不会改变 专一 专注 念念不忘 似乎这首词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不仅仅只是王一博一个人 更是那些在黑暗夜里职守信念 并且朝着梦想努力发光的每一个人 在困难面前永不言败地追梦者 日复一日地坚持拼搏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生来平凡 但可以选择坚韧和坚持 即便无数次被击倒被打败 可内心依然回荡着stand up的信念 世界很大 众生很渺小 可我们也缤纷尘埃 而是散落在各处的星光世界 不曾暗淡 我们以梦为光 温暖自己 照亮彼此 You are not alone 他从来不会是孤单的前行者 因为背后还有一群支持他热爱他 喜爱他的人 当我们沉浸在新歌的温暖声时 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 那就是几乎每一位歌手发布新歌时 都会有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词条难听登上热搜 评论区们黑子的言语态度真的满满恶意 这似乎是那些无脑黑们的一种娱乐方式 以为否定别人就能凸显自己的优秀吗 新歌免费 好听难听 每个人都有权可以先去听听 每年一首新歌 是他给自己给粉丝的礼物 也是他内心的独白和感悟 空灵治愈也沉重 即便不能理解背后的深意 但也凭借着客观去感受 努力了不被承认 善意带人却被伤害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重伤和抹黑 误解和没来由的恶意 每一次他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回击 不说不反驳 不代表没有伤心刺痛难过 一个人能够把说不出来的话 流不出来的泪都藏在旋律里 努力磨平自己的伤口 治愈自己的心灵 告诉自己无谓挫折 一往直前 努力终有回响 与其在意别人的误解和不善 王一博他选择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 选择他自己的姿态 活出无可替代的王一博 云雾散去 光会照进来 不被认可的付出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回报 这就是努力的意义 坚持的结果 当然面对这些不和谐的声音 我们也可以选择忽略同一件事 不同的角度 也可以想出不一样的结果 就把这些声音这样的热搜 当作为王一博新歌的变相宣传吧 不去对黑 粉丝的态度圈粉 也是为郑主博得路人员 有时间关注黑子们的言语 不如关注我们郑主的新歌 一起和他做一个温暖竹梦的人吧